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欢迎收看,本集大观战,关战啊,目前的榜一人皇,哎,我一直以为他是打那个古董和勘探上分的呢,原来还能打旧人威,全能行,阵容的话,玩具大副,啦啦队员加杂技上来抓大副,对于女巫来讲还是蛮香的,击倒一个大副,呃,我们可以看到,玩具上没有带博命的话,这把应该是就大副一个博命了,压力给到榜一人皇,哎,看看人家怎么溜,好,学习学习, 我也学习学习,大副,那可是我的成名角色,我的大副在孟老师手上面活了30秒,第一波,摇怀表,呃,女巫这边的话应该是要放狗了吧,还是说逼掉怀表,直接就走了,寄生也不交,直接选择转头,那女巫这波血亏啊,这波女巫再过来换,其实, 这一块怀表,它等于说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密码机修了多少,这都两台机修了50啦,这密码机女巫根本担不起,说实话,女巫这个开局已经走远了,啊,这波已经,已经,已经,已经没法打了都, 这边比如说一个擦,哎呦,这还是吃寄生的,吃个寄生以后,这边一个跳板上船,白白,呃,女巫这边放狗咬住,然后原生性图跟上,但是这边,玩具商还能飞一波, 哇,这击倒,这大副的机子都要出一半了,再放狗,说实话,刚才还是得抓大副了,这个,这个节奏换不了了吧,这波我觉得女巫这里选择换手,再来找杂技,就已经很难很难打了, 因为你,你把这大副抓了,至少还闷个薄命,至少还闷个薄命,那这一步薄命时间所带来的一个密码机破译,是可以吃掉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大副,待会儿摇快表过来,卡个半救个人,真的就四人开门战了,拦都拦不住,对吧,这边玩具商顶个薄命,强行拉走就可以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密码机,这台密码机也, 女巫这边,守不太住吧,我觉得,这怎么守啊,这台机子,那只能是硬守死守,就是,这个人可能都不要了,骗出一块怀表,但这边的话刀没打中,追刀好,还行嘛,至少打了一刀,能不能追双倒,没有选择追双倒吗,那给大副补个信徒,女巫这边的话,不给大副补个信徒,真真没法打了,给大副补个信徒,好像, 也有点难,也有点难,这里,女巫应该是死死的要占住这边这台遗产机了,这台遗产机应该是死守了,但这台遗产机你死守呢,得用什么守呢,原生信徒守,你用原生信徒守呢,待会外围的信徒击倒这个玩具商之后,信徒消了,这边还是会拉开的,球人还是有一波斜铜可以打, 这里的话,找机会秒大副,可以,还在找机会啊,大副,这波,要击倒吗,两性徒在这里,好像还真的,哎,有机会,可以 这波把大副秒了,能不能有机会挂上,打了一刀拉拉队,拉拉队人救下来,杂气的话,这边配合,给了一颗球 玩具商现在面对女巫,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巫这边如果切闪来秒你,你怎么办 现阶段女巫这边如果真的切闪,把这边的玩具商秒了 好像机子还不一定够,拉拉队员这边的机子67,玩具商,信徒还在消 杂气这边过去救人,救完人以后补机子,机子其实还不是,不是特别够的,我觉得女巫这边 针对玩具商会不会好一点,放狗咬这边的拉拉队员 哎,飞轮往前顶,说实话这个残局确实打的比我想当中好,女巫利用这个残局的一个 多性图,多线操作,其实是打出了一些缺口的,但是这个缺口呢,我觉得 这个缺口,其实这个实际点针对玩具商是可以保平的,你想要守这台机子呢 就是女巫想要赢,想要真胜,而这个分段的求生者 他会不会给到这个机会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看的是 机会点,挂飞点,有,这这这还真的有机会 找到了这个上挂飞的玩具商 这边杂技也中间补 留下的密码机三台的位置离得并不远 修得最多的那台在中间 难道说真的要翻盘 当然我们马后炮的角度来讲的,刚才玩具商这边他们 其实选择慢慢的补状态 补完状态以后再来起这个机子 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但也确实是让女巫抓到了机会 这样一旦形成淘汰三人残选的女巫 这个机会面就很大了 女巫机会面就很大了 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三性图 打三个求生者,三台机 他理论上面来讲 他可以三个性图进行布控 分别布控每一个求生者 就我三个性图盯住你三个穷者 对吧 这个叫什么 这在篮球当中叫一对一的盯防 盯着盯着盯着 然后闪现好了以后 手起刀落形成击倒 那这把穷者可能就瞬间崩盘 但密码机的话差的不多了 然后这边还有消性图 我们看一下这边 能不能打破这一个平衡点 把这个性图消了 然后抓一波实际来晾击 因为女巫现在的话呢 你别说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具备击倒能力啊 就一个闪现 就一个闪现 这个闪现 信图消了一个 好 那杂技怎么说 这里大副的话 在跟拉拉队补状态 杂技这边的话过来假装 我要修一修 你得过来管我吧 你得过来管我 那边队友状态就补起来了 看女巫这边的话管哪头 女巫这边好像是想管这头 管这头大副是个白板 信图是一轮全销 刚才的一个一对一钉防的一个平衡 是现在被打破了 由于现在球者那边有个满血的大副 给到这边密码机足够的压力了 就是这台大副最早修的这台遗产机 所以杂技这台机子应该是管不住了 女巫现在分不了兵了 她没有办法分兵再去管这个杂技 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倒计时 女巫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信图补够 20多秒以后再补一个信图 确保场上在开门战的时候有三信图 然后手里有闪现 还是有一面的 还是有一面的 砸了块板子 那机子好了呀 密码机压好了怎么说 大副是翻箱子去 应该这个点应该是翻箱子的 翻个箱子看看能不能翻个什么保命道具 球人那边也不着急了对吧 你反正打一刀实体到我这边亮机了 你只要不要过来管我这个杂技 我就亮机亮给你看 信图一博密码机点亮 大副这边翻出个护臂 那有护臂的话大副这边点门 就会相对来讲更加安心一点 女巫的话 手里面谁有闪现 赶紧好想闪现秒一个人 但是唯一有闪现的原生信图 他离这边大副的距离有点远 这个原生信图说实话有点尴尬 他离的有点远 没机会闪 而且大副这边也肯定知道你要闪我的 我知道你有闪现 一个护臂跳开 就不给你闪现神位嘛 你追不追我嘛 追着追着 等到你追到我的时候 外面两队友的一个信图消的差不多了 要么天文了 要么消的差不多了 60秒就是没有闪现 有闪现的话应该是能赢的 现在的话一切都不好说 我留大副的保个平 但是能不能赢不知道 拉拉队员这边盗门 信图是已经压好了 这边本体交闪赶过来 杂技这边捏球 我怎么感觉有点有点有点问题 他杂技有点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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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没闪现拿着杂技没办法的 那边门开了闪现还空了 那杂技两秒钟以后下一颗球 拉拉队员这边过来给激励 33跑 Oh my god 打得好 这就是绑一人黄这个分段的求生者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太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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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